目前人类科技的发展 在近百年的发展相比之前就是神速了 但是我们对自己的了解 却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透彻 特别是我们的大脑 仍然存在很多未知和盲区 可喜的是 脑科学的发展随着人工智能的爆发 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在我们关注的范围内 也发现了几个令人鼓舞的新进展 人类脑细胞图谱 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由数十亿个神经元 组成的复杂网络 这些神经元通过突出相互连接 共同构成了我们的思考记忆 感知和行为 早在2021年 谷歌与哈佛大学联手会制出 人脑微观结构的一部分时 创造了一个占据1433.6TB 存储空间的数据集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映射 量化了30年卫星图像的数据量 令人震撼地显示了大脑内部的无限细节 启发了脑映射的研究 202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推出的推进创新神经技术脑研究计划 揭示了人类脑细胞图谱 标志着我们对这一前沿的深入探索 为我们展现了人类脑细胞图谱的壮丽景象 这项跨国界的研究会合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共同努力 总共分析了来自三个人脑的超过100万个细胞 发现了超过3000种人类脑细胞类型 这些细胞类型在形态功能和分布上各不相同 共同构成了大脑的复杂性 同时研究还比较了人脑和其他非人灵长类动物大脑的细胞和分子特性 发现了许多相似之处刷新了对生物大脑多样性和进化的理解 这是基础科学极具意义的研究 怎么让机器读懂我们自己脑内的信息 想想都觉得很科幻 最近悉尼科技大学的科学家们 实现了将大脑活动转换为文字的壮举 想象一下 仅仅通过思考 那些失去说话能力的人就可以与世界沟通 这项技术采用了高级脑电图EEG设备 捕捉大脑的电信号 并通过先进的机器学习算法将这些信号翻译成文字 这一突破对于那些受限于身体障碍无法交流的人来说 意义非凡 他们现在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参与到社会和家庭生活中 这对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具有重大影响 目前这项技术的翻译准确率大约为百分之四十 研究人员正致力于将其提高到 接近传统语言翻译或语音识别程序的水平 即接近百分之九十 如果实现了这也是一种可怕的读心术 想想你还能藏住自己的小秘密吗 你有想过自己的白日梦 也成了科学家们研究的对象 这是很严肃的科研课题 在哈佛医学院的最新研究中 科学家们深入探索了白日梦对大脑的影响 这些看似无意的幻想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想当然的那么简单 研究显示 当我们白日梦时 大脑的特定区域变得活跃 这些区域通常与创造力 问题解决和未来规划相关联 这意味着即使在休息 我们的大脑也在积极地工作 形成新的思想和解决方案 研究人员还发现白日梦 可以增强情感调节能力 帮助我们更好的处理压力和焦虑 这些发现为心理健康 提供了新的理解途径 以此来开发出新的治疗方法 帮助那些患有焦虑症和抑郁症的人 如何能精确地治疗大脑的特定区域 一直都是困扰医饶人员的医学难题 血脑屏障就是达成这个目标的一道难关 西北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 在血脑屏障研究领域取得新的重要进展 他们使用超声波技术结合微气泡 成功地暂时打开了血脑屏障 使药物可以更有效地穿透血脑屏障 达到大脑深处的病变区域 这为治疗脑癌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提供了新的途径 包括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等 提供了新的药物传递手段 脑科学的这些新研究 带我们进入了大脑深处的新世界 这些突破性的研究不仅加深了 我们对自己大脑的理解 还将在未来的医学 人工智能脑科学 甚至了解我们的意识产生都会起到积极作用 可能只有当我们足够了解我们的大脑 才会实现真正意义的超级人工智能 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分享 欢迎大家各方面的友好交流 我们的朋友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